为什么iPhone15定价万元级 而国产安卓机却越来越便宜 iPhone15即将发布售价预计不会便宜 相比之下 为什么国产安卓机越来越便宜呢 一方面 Android手机品牌在与iPhone的竞争中遇到了困难 虽然Android手机在很多方面有技术优势 但iPhone凭借其生态系统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用户 为了吸引iPhone用户Android手机 必须提供更多吸引人的卖点 如折叠屏设计或更低的定价 另一方面 Android手机品牌之间的内部竞争 也迫使他们在定价上做出让步 由于在芯片技术上 无法拉开差距Android手机品牌 必须巧妙地通过定价来提高综合竞争力 然而 随着国内Android品牌开始自研芯片情况 可能会有所改变 自研芯片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带来更高的定价空间 消费者将受益于更多的多样化 选择品牌将获得竞争优势 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 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 随着国产安卓手机的发展 和自研芯片的突破 未来可能不再有人问 为什么不买iPhone 它这么贵了 感谢观看